这个我们也是备战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前一阵子 不是跟美国买了火山布雷系统 结果开始带风向了 温玉霞 罗志强说好残忍 这是禁用的 台湾怎么可以买这些东西 这火山布雷系统 如果你去网上搜寻过CANOMINE的话 就发现很多这影片非常的精彩 那这就分成了地面型的跟空中型的 我们采购是地面型的 总共采购了14套 它就会有一台布雷车 然后往前过程当中 斜斜的会往两边 那种砰砰砰砰砰砰 这样发射那个地雷 那个地雷就总共用拋物线之后 就在地上 那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这个所谓的地雷的话 它是对战车的 所以说你这个重量 必须要到好几吨的话 才会触动这个地雷 因此说是什么 人员会勿用地雷 温玉霞说什么 自己人会踩到 不要再开玩笑了 你的重量没有几吨 你踩在上面跳舞都不会爆 对啦 你就算是有一百个在上面 两个人的体重啊 高达五吨 威玉霞啦 然后更好笑的事情是 我看到罗志强说什么 环保团体死过 这个环保有什么关系 当你用到 这样的一个布雷车的时候 一直是什么 已经在抢摊战了 对 抢摊战的时候 台湾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你们来说 这个其实不太环保 可能会有一些树 会被炸掉啊 可能有一些藻礁会死掉 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 根本是藻茶嘛 那我是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科技证明 是说其实 包含温玉霞 或者是罗志强 这些国民党人 他对国防是 应该是懂装不懂 我不觉得这些事情 他们完全是不懂的 因为在Google都有啊 这是Google都知道的一个事情 既然说什么 这是环境大危机 而且这个虽然是在 80年代的时候 美国就已经开发出来的系统 可是现在因为加了新科技 所以它有两个 很强的一个科技 第一个是 它发出去之后呢 可以设定自动摧毁 就是不会伤到任何 你不需要扫雷了 可以直接把它解除掉就对了 它在自动就还可以设定时间 有分成四个小时啦 十几个小时啦 大概分成15天的自动摧毁 第二个 它发出去的时候 会有定位 所以说呢 友军呢 可以借由他这样的定位系统 手上呢 会有一个电子这样的一个表 告诉你说 在哪一个 有地雷 坐标哪个点 有地雷 这是一清二楚的事情 你也不用怕说 自己的车 过去会扫到 因此这个系统 本身是非常安全的 那所以 而且他还说什么 这是塑胶的啦 插不到 这是金属的 军事专家 曾记文呢 也都有讲过说 这是金属的系统 那他只用战防雷啊 所以说呢 是只有坦克 才会去触动等等 那这些全部都是 一查可以查到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温宇霞立委 跟罗志强 去要在那边 不断误导啦 那其实呢 这样类似这些 奇怪的言论 还有很多啦 像林志群律师呢 就找到了 因为郭董 他过去呢 说什么呢 不要跟美国 买太多武器 如果我们没刀没枪呢 就比较不会被打 那所以很多人 听到这句话 就觉得 这个逻辑就变得很奇怪 因为郭董他自己呢 在2019年初选的时候呢 就找了这个 俗称的宝哥 这个保镖 那这保镖 宝哥是谁 就是帮NBA啊 帮牧村拓摘啊 帮周子瑜啊 做保镖的这个人啊 那如果你觉得说 哇你这个 没有这个 你只要把身边的这些保镖 保房 这个房移都撤除 就安全的话 你就孤身一人就好了嘛 你不用找人保护你嘛 那大家也问说 那你郭董的豪宅 是不是也就不要上所了 大家没事去那边门口 因为你都不上所 表示你很有诚意嘛 你愿意呢 那什么 郭家跟全台湾一家亲嘛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去你家参观一下 那你觉得是可能吗 所以我认为是说呢 包含说 这个郭台铭他那时候讲说 反对买违国武器等等 这都是亲中派 他们统一的口径 从温玉霞 到罗志强 再到郭台铭 全部都是一样的话 他们不断表面上跟你说什么呢 要和平呢 要避战 最后的一个做法 就是要削减我们的防备 希望我们在军事防御上能降低 那对于中国 最希望你这样啊 当初呢 这个乌克兰 就是亚努科维奇 这个亲俄总统 就消除了这个乌克兰防备 还取消了这个真兵制 2013年取消 2014年克里米亚就被打了 对 所以这件事情 证明了一件事情 你不要以为说 你跟中国有什么善意 可以解除战争 你积极地准备好战争 不挑衅 但备战 这个才是防卫台湾 最好的方法 的确 备战才是防卫台湾最好的方法